搞了半天 今天坐在法院裡面審判我們的人 他就是詐騙集團 詐騙集團是首腦就去當檢察總長 這就是台灣今天最大的問題 不是什麼阿強繞台 也不是什麼台獨主張 這通通都是天邊的彩霞 你眼前的玫瑰 你如果不好好的修剪枝葉 踩得你滿腳全是傷痕的東西 叫做司法 今天我想整個朝野都還蠻開心的 因為國會的改革方案開始要實施了 實施之後 我覺得有幾件事情馬上就可以做 第一個 調查權可以馬上進行 第二個 聽證可以馬上進行 我們很有經驗了 我們在過去五年當中 光是為論文門這件事情 我們開過的公開的網路上的聽證會 超過了15場 就在五年 我們一年至少辦個三場 如果再把記者會也算進去的話 那我們超過100場 所以如果有國會助理 不知道該怎麼開聽證會 或者是不知道要怎麼設定議題 要怎麼樣邀來賓 歡迎跟我們聯絡 我們有的是經驗 完全不藏私跟大家分享 不一定是說藍的或者白的 綠的也可以來找我 你們自己內部要自清 也有很多東西 你們可以去開聽證會 對不對 搞不好這裡面有匪諜 對不對 像我的學弟 對不對 這怎麼博 我把他名字都忘了 沈柏洋 因為實在是無足輕重 沈柏洋 父親小學的學弟 父親初中的學弟 你開始找 找學長教你 雖然我對你的行為很不以為然 但是我這個人做人做事 一向分開的 我一向秉實 不以人廢言 不以言舉人 就事論事 好 那我們接下來 一開始我們先來看看這段質詢 今天這個質詢 是我們整個今天要談的一個重點 這幾天我們就在談 我說不要再玩什麼超私蛋 再玩下去會玩蛋 因為有比這個更重要的事情 各位為什麼知道說 我跟大家講說 超私蛋這些東西不是很重要 不是說我不認為食品安全是重要的 而是各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來我找一篇這個報導給大家看一看 黃國昌很努力 一直在打超私蛋 這是他的獨家 而且一直挖 結果挖著挖著 總會有一些地方出現一些問題 對不對 但這也沒有關係 因為黃國昌說什麼這個 超私蛋 這個樹木不對 結果被農業部打臉 好 我們來看看這段被打臉的 這個我們有時候也要幫農業部平反 如果他們真的覺得 他們被冤枉了 那當然也是 應該要平反嘛 好來 我們來看看這個數量到底算對不對 今天有立法委員 針對農業部從日本進口的蛋說 怎麼少了600萬顆 其實沒有 第一份5月30號提供立委的報告 是立委要求提供111年 從日本進口的雞蛋資料 所以我們用的是 日本箱數的規格來計算 計算完之後 大概有18萬箱 總共是1800公噸 那在6月18號 我們提供給委員的叫做 行政調查報告 那行政調查報告是 所有的進口雞蛋包括從美國 澳洲 日本的資料 因為有不同國家 我們就以台灣的箱數規格 來做計算 計算出來大概從日本進口15萬箱 所以這樣子算起來 我們從日本實際進口的 也是800公噸 所以兩邊的資料是一致的 所以呢 沒有蛋少了 沒有蛋不見了 只是因為計算的規格方式不同 進來的重量都是一樣的 所以真的不要誤會 所有資料都一清二楚 農業部一切都依法行政 沒有600萬顆蛋不見了的事 好 重點不在多少顆蛋 重點是這個事情呢 基本上是一個官商勾結 而且是個典型的貪毒案 好 這麼重要的案子 黃后章追追追追追 追到後來會怎麼樣呢 來我們來看這則新聞 追到後來啊 這個新聞我幫大家念一下 國會改革法案引起朝野對立 民眾黨點名超私公司 獲得上億元進口案 採購案 我現在念的是新聞 在第一段 適合作為國會調查的首案 這是個大笑話 為什麼 事實上 北檢在2023年 以針對超私公司 及前農業部 陳吉仲部長 被控貪毒相關事件 分由 檢素黑金專組檢察官 指揮調查局偵辦 就結了吧 這個案子呢 交給了誰 交給黑金主 黑金主是誰呢 黑金主就是邢泰昭的 這個自家的小弟 當時辦我這個蔡英文 告我妨害名譽 還包括了賀德芬跟林環牆 就是指定分案給黑金主 這不就結了嗎 你說超私雞蛋這個事情呢 把它轉給黑金主 還有點道理 因為中間有點涉貪的問題 請問你 林環牆 賀德芬 彭文正 這三個人設了什麼攤呢 我們三個有什麼任何 領到國家的任何一毛錢呢 我連台大退休金我都不要了 我幾千萬我都不要了 我跟你這個司法對幹呢 跟這個不當的體制 就對上了嘛 無所謂嘛 我就是沒有嘛 沒有就沒有嘛 我就離開 我就做一個媒體人 那黑什麼金什麼 好 我們再回到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今天所有的案子 黑金主改名叫做吃案主比較快 一旦把它交給檢調處理 抱歉啦 黃國昌 你的努力白費了 你再追下去就跟你講說 喔 司法案件 這個我們不評論 同樣的 各位不要忘了喔 論文門 今天陳建仁啊 以前這些 他們也說 喔 這司法案件個案 對不起喔 論文門跟超私雞蛋最大的不一樣在哪裡 超私雞蛋是一個部長 是一個貨品 是一個個案 沒有錯 論文門是什麼 是總統 總統的個案叫個案嗎 而且他牽涉到各部會 所以這個東西完全跟司法沒有關係啦 這是一個嚴重的結構性的貪腐事件 所以真的要查是查這個 不是去查超私雞蛋 我已經講了很多遍了 我覺得我的學弟頭腦不清楚的 不是只有沈柏陽 如果還是敢搞不懂的話 那我也真沒辦法 啊 那我今天要講的是說 這個就是民進黨政府用來對抗民意 對抗輿論 對抗監督的辦法 就是送給檢調黑金主 黑金主一案接著這個案子之後 就把它檢調啊 就把這個案子整個檢調 你就沒了 這就是今天民進黨 降腰這個伏魔的伯爾法門 任何案子 他先一步把你檢調處理 然後送給黑金主 黑金主自己人 最後查無不法 謝謝指教 那你前面所有做的國會努力 全部完蛋 所以我要說的是 司法改革才是今天各黨所要鎖定的 調查權跟聽證權的第一案 我來講的 方案的第一案应该是什么 这一段希望大家有高血压的 先去拿药吃一下 如果肠胃不好的 要先确定一下敲一敲厕所的门有没有人 如果胃不太好的人吃一颗胃药 我们来听听看 黄国昌直询法务部长郑明谦 让郑明谦领教一下什么叫做吃案 什么叫做沆瀣一气 什么叫做内神通外鬼 部长好我 打击诈骗犯罪所需要的人力 所需要的资源 所需要的科技侦杀手段 我相信这个会期到这里 部长可以充分的感觉到 在野党是权力的支持 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 当我们发现到诈骗集团猖獗 里面竟然有检察官涉入的话 这件事情要严肃的追究责任 之前有一次 你没有来司法法治委员会 我已经公开救教过 当时的法务部的市长 我说诈骗集团跟不孝的律师集团 勾结一起在搞诈骗 结果竟然有检察官 鼓励他律师的男友 去加入这个诈骗集团 后来他的律师男友 不仅仅是加重诈欺 还依照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被起诉 检察官鼓励他的律师男友 去加入犯罪组织 骇人听闻 更离谱的事情是什么 更离谱的事情是 律师男友所在帮忙辩护 侦查当中的案件 结果接下来在公诉的时候 是这个检察官在立体 这件事情部长有没有掌握 这部分我们也责承了 抬高检来做行政调查 什么时候责承才抬高检进行调查的 这部分我们是在6月12日 6月12日嘛 那之前法务部在做什么 之前法务部在做什么 这件事情法务部是6月12号才知道吗 这件事情法务部什么时候知道的 那个犯罪组织什么时候被起诉的 法务部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 为什么拖到6月12号 请说明 这部分事实上在桃园地检署 已经有做行政调查了 所以呢 4月就行政调查了 对于桃园地检署4月份 所做的行政调查 法务部满不满意 这部分我们尊重桃园地检的 桃园地检的行政调查 法务部是一句尊重就可以解决的吗 分两个部分哦 6月12号 你们交给抬高检 抬高检发出来的声明稿 法务部的新闻稿 全部都是什么 进行刑事的侦办嘛 刑事的侦办归刑事的侦办 来看一下你们所发的新闻稿 要求他做的是什么 刑事的侦办 现在我要处理的事情是什么 刑事的侦办 交给检察官去侦办犯罪 我没有意见了 我有意见的是什么 我有意见的是你们的行政调查报告在哪里 你说之前桃园地检署有做行政调查 也移到检察官评见委员会了 我上一次质询的时候就问了嘛 移送给检察官评见委员会的事实有包括那一位检察官竟然在他大团男友所帮忙辩护的案件当中力庭吗 有包括说他在立庭的时候竟然没有救累犯应该加重情形的事实具体指出证据方法吗 上一次市长黄蒙信说的是 这个评见没有包括这个移送的事实 市长讲的对不对 上次个案评见这部分的确是没有包括 所以我才问嘛 桃园地检署的评见事实法务部满不满意 所以我们才责令在6月10号再责令抬高检在做直接在桃园地检做行政调查 这两个部分哦 第一个行事部分 行事的部分你们发新闻稿说在侦查嘛 第二个部分行政调查现在有在进行吗 现在有在进行 行政调查报告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需要多久 这部分我们是希望能够尽数来做一个 尽数是多久 要看整个行政调查的一些的需要 厘清的事实来做判断 所以我才请教部长行政调查需要多久 一个月两个月半年还是一年 通常这种行政调查需要做多久 要看调查的这些事实 是所以需要多久 我们就会责请抬高检来尽快来做一个厘清 所以部长期待所谓的尽快要多久 是不是两个月 我为什么问部长这个问题来看一下 从去年的时候 我还没有进入立法院 我在民间社会 我一直在追以前上百亿的郭哲敏 把他放掉 新北地检署要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 来看一下 请部长看一下我做的时间序 2023年3月的时候 新北地检署说 因为有刑事案件还在侦办 所以他不好说明行政调查的结果 等到去年8月的时候 他说被告都全部到案 尽数调查 离清相关刑事及行政责任 事实对外公布 到了今年3月 我继续问 新北地检署发的新闻稿是什么 行政调查程序仍在进行 还没有结案 没有办法提供行政调查结果 从去年的3月到今年的3月 整整一年都要的是行政调查的结果 都交不出来啊 现在来请问一下 这份行政调查报告做完了没有 还在进行中 所以嘛 我刚才问你嘛 对于法务部来讲 所谓的行政调查到底是要进行多久 进行一年多哦 一年多都已经被弹劾了 移送惩戒法庭了 进行一年多哦 我们法务部所进行的行政调查报告 还没有出来 这样的效率 部长你满意吗 我们就尊重一个行政调查的一个机关的一些的 我们当然尊重嘛 但问题是什么 人民在看的是什么 人都已经出去勒 上出去了以后 该灭证的该串供的处理的差不多了 去年8月才抓回来 去年8月抓回来到现在又快一年了 一个行政调查做不出来 这是用行政调查在拖延吗 这是用行政调查在包庇吗 请教部长 我们绝对没有包庇的这些的 所以你要怎么解释 一年多行政调查报告交不出来 我们尊重他的结果是什么 一年多交不出来 两年够不够 三年够不够 还是要五年 连事长还是我们必须要缜密的去调查 而不是算数的认定 到目前为止 都已经被弹劾移送惩戒法院了 你们还要缜密的调查 你们很有耐心的等啊 我从去年的3月一路问 问到现在 问到现在 行政调查报告还做不出来 这样的效率部长可以接受吗 我们会督导 会督导 好 我们拭目以待啊 你刚刚说那一个 典察官 帮助 鼓励他的律师男友 去加入犯罪组织搞诈骗的 你说那份行政调查报告 两个月可以做出来吗 刚刚这个是你说的吗 没有督导 他们再 好 两个月可以做出来 这份已经做了一年多了 还需要再多久 刚刚你不是说你要督导吗 我相信你的督导啊 刚刚那份 两个月要做出来 现在这份 拖了一年多 还需要多久 我再来了解 好 看完这个之后 你有没有觉得血脉笨章 搞了半天啊 今天坐在法院里面审判我们的人啊 他就是诈骗集团啊 诈骗集团手脑就去当检查总长 这就是台湾今天最大的问题啊 不是什么阿公啊绕台啊 也不是什么台独主张啊 这通通都是天边的彩霞了 你眼前的玫瑰啊 你如果不好好的修剪之夜 踩得你满脚全是伤痕的东西 叫做司法 哎大家呢 今天看完以后 跑厕所的 吃胃药的 吃高血压的药的 心脏病的 突然中风的 对不起不好意思 我老师有在讲 你有没有 有在听的 你就去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 但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动摇果本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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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